大家好,欢迎来到《圣经征读》 今节我们仍然会讲《药伯记》 资料来源来自《揭开痛苦的面纱》 《药伯记传识》 作者是马友祖 好了,这一节我们就会讲《药伯与以利户的罪言》 讲这个罪言之前,我们看回我们讲到哪里 我们前面已经讲了《药伯的四年爱歌》一二三回合 讲了《药伯的独伯》 所以来到第八部分 就是《药伯与以利户》 差不多讲到尾了 我们一起看《药伯与以利户的罪言》 这就是《药伯记》三十二章至三十七章的内容 看这个罪言 《药伯》最后的言辞 就起身薄薄,銳不可挡 听到三位朋友都目定口外,无言以对 这时候有个新的发言人就走出来 这个人就叫做以利户 他很有新的见地 就说受负是他的教育和管教作用 是一个新的重点 他又不像审判官 就好像三位朋友一口咬定若伯有罪 他反而像一个没有同情心的观察员 因此的态度也较为客观 也较为有利 但是他也不以《药伯》的致意为合理 他对三位朋友的论据就表示失望 接着就滔滔不住地发表他对《药伯受苦》的意见 总共可以分为四篇 第一篇就是《三十二》至《三十三章》 第二篇是《三十四章》 第三篇就是《三十五章》 第四篇就是《三十六》至《三十七章》 第二点 因为这四篇的长词 的文学修词 和前面其他不同 有不少学者就是 以利户的辩词是另一位作者 后来加添在书里面 再者他们认为 以利户的言词 对传书的主题 是没有任何贡献 也可以删除的 但是这个见解忽略了 以利户对《若伯受苦》之事 是有生命的贡献 和三位朋友是截然不同 此外以利户也指出 《若伯的骄傲和质疑》 是不得不向若伯尽忠言的 所以以利户的话 正处在黑磅的地位里面 以利户的重点 和三位朋友 最显著不同的地方之处 就是三位朋友 认为若伯受苦是因为他犯罪 以利户就说 若伯受苦的时候 是犯罪的 若伯受苦时 显出骄傲和恣意 并向神发出了 无礼的埋怨和控诉 第四点 以利户的辩词 是令若伯深服口服的 以至到若伯 是没有向他发出任何回话 这个就是其他三位朋友 是没有做到的地方 第五 以利户的重点有四个 每点都是反驳 若伯是某方面所犯的错误 第一 神替说话 并且拯救的神 第二 神造势极为公平 三 神能够令人夜间歌唱 第四 神的作为 没有人能插头 第六点 以利户的辩论 仔细分析 其实是回答若伯对神的抱怨 埋怨 故此 正正是对正下若来回应若伯 就好像下图那样 首先就是说 一边就是若伯的埋怨 另一边就是以利户的回答 首先若伯的埋怨就是说 神对他是针目不然的 在以利户的回答就是说 神藉着苦难就已经向若伯说话了 第二 就是他觉得神对他不公道 令他很受苦 但是以利户就说 神是公平的 第三 就是说 神没有理他 以利户就回答说 神是有主权的那个 和神的作为 无人能测的 好了 那 讲这个 若伯与以利户的罪言 就讲到这里先 那之后呢 就会逐段逐段 逐篇逐篇 为大家讲解这个若伯的内容 那我讲到这里先 祝福大家 空中